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s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JS中的函数 那讲的内容也很多 函数呢也很重要 那接下来这节课开始 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JS中更重要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对象 那说到对象呢 其实在之前的我们介绍JS中的数据类型的时候 我们也介绍过对象 它也是我们JS中的一个基本数据类型 其实对象呢就是一种复合的值 它将我们的很多值聚合到一起 接着呢我们可以通过名字来访问到这些值 你就可以把对象想象成一个属性的无需集合 那每个属性呢其实都是一个名值对 那接着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对象中 我们主要给大家讲哪几块内容 大体上可以分为这两大块 第一个呢会讲解我们如何自定一个对象 那接着呢也会讲解我们JS中提供的一些 内置对象 这些内容呢在以后我们的实际开发中 一定会用得到 所以说对象这一块内容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跟着好好来学习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下 我们JS中的对象 来看一下 JS中的对象也是我们基本的实际类型之一 是一个复合类型 JS中几乎所有的事物 我们都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的对象 那后续的内容通过学习 你就可以了解到 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对象 那对象呢是拥有属性和方法的一个数据 那其实呢你要学过其他语言 也会接触过我们的对象 像我们这个啊 像PRP中 你可以把我们JS中的对象想象成 像我们PRP中的关联数组 那关联数组呢 是不是有见名对应见值啊 同样的JS中的对象和这些概念很类似 像我们Python中的字典呀 包括JS中的Hashimap呀 这样的一些概念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JS中的对象 你也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一个 名值对的形式 名称对应一个值 一个名字对应一个值 这样的效果 好那简单的对我们的概念 有了一个了解之后 这些内容后续我们再来看 先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自定义一个对象 在这一块我们分为两类 一个是我们的内建对象 一个是我们的自定义对象 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如何自定义一个对象 那可以看到 在经典的面向对象语言中 对象是指数据和在这些数据上 进行的一个操作的集合 与C++和J不同 JS是一种基于圆形的编程语言 并没有class语句 而是把函数作用类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来自定义一个对象 在自定义对象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几种形式来声明 或者说来自定义一个对象 第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对象字面量 或者叫对象直接量 这样的形式来声明 或者叫自定义一个对象 你看到的形式也比较简单 Y OBG等于一个花果号 那写成这样一个花果号之后 其实呢这样就声明了一个 自定义的一个对象 这种形式呢就叫做我们的对象字面量 或者叫对象直接量的一个方式 Object Literal 那也可以看到对象字面量 其实呢是一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呢 每次运算都创建 并初始化了一个新对象 每次计算对象字面量的时候呢 也都会计算它的每个属性的值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重复掉用的函数中 循环体内 使用了我们的这个对象直接量 它将创建很多新对象 并且每次创建的对象的属性值 也有可能不同 这一块简单的有个了解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对象字面量的形式 来创建这样一个对象 在之前我们保存值的时候 是不是只能通过变量保存一个值啊 对吧 那现在有了对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保存多个值了 来看 写一个例子 对象 第一种方式 通过对象 字面量的形式 创建对象 那接着我们说了 可以通过 obt 等于一个花广号 那现在呢 就创建了这样一个对象 是没有任何属性的对象 你也可以把它说 叫一个空对象 没有任何属性的对象 没有任何属性的对象 那现在这就是一个对象 你也可以得到一下它的类型 你可以alert一下 Type of obj 接着我们可以来运行一下 object 对象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再来声明 通过对象字面量的形式 obj e等于一个花广号 里面呢 可以来保存值 像保存一个x x 代表的是我们的属性 冒号是值 写成一个 1 y 冒号2 你可以保存多个 名值对的形式 z 冒号3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你看到 这个对象中 就有了三个属性 xyz 对应的值呢 分别是123 这样的形式也可以 那接着你也可以 再来写obj 2 等于一个花广号 你可以在e号里来写 也可以分为多行 名值对的形式 那属性呢 是一个字符创 一会儿呢 我们会介绍到 我们的属性 你可以把它放到引号中 也可以不把它放到引号中 但是有些情况 就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 属性放到 我们的引号中 有哪些情况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在这儿 也给大家列了这几点 在上边 像我们的这个名称 属性名字部分 那名称呢 名称部分 也是我们的 gs的一个字符串 但是我们说了 你看刚才我们写的 这个x 冒号1 x我们是直接写的 没有把它放到引号之间 这是可以的 当然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引号之间 这三种形式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情况 就一定要把它放到引号之间 叫什么呢 如果你的属性名是我们的JavaScript的保留字之一 这时候呢 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到引号之间 不论是单引号也好 双引号也好 都可以 那第二呢 如果属性名 包含 不是保护 包含了我们的特殊字符 像空格啊 杠啊 除了像字母 除了像字母数字下线以外的字符 这都叫做我们的特殊字符 这时候 你也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引号之间 第三个 如果属性名是以数字开头的 这时候你也需要把它放到引号之间才可以 否则会报错 那接着如果在我们的 ECMAScript5中 保留字是可以不用啊 可以用做不带引号的一个属性名 但是如果在ECMAScript3中呢 是必须用引号扩起来的 但现在呢 我们是基于ECMAScript5来给大家讲解的 来制作的这套课程 但是你也需要有一个了解 接着在我们的 我就简说了啊 E5中对象直接亮或者说字面亮的 最后一个属性后的逗号可以被忽略 那接着呢 如果是在E3中 大部分实现中也可以忽略这个逗号 但是在我们的安逸浏览器的情况下 会报错 这一点大家有需要一个了解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个 obj2 写成一个 x冒号1 这是可以的 逗号 多个名字对直接 逗号分格 再写一个双眼号 y对号值是一个2 再写一个username 对应的是一个ping 三个属性了 接着如果是我们的保留字 如果说你想写一个phone 这时候对应的值写上一个 啊 javascript保留字 或者关键字 必须放到引号之间 好 接着或者包含了一些特殊字符 除了我们的字母数字 下话线以外的 假如说再写一个 first gongname 有gong的话 这时候也要把它放到我们的引号之间 写成一个queam 同样的 可以保存 像我们的这个啊 整数 字符chart 你接着再来写 写成一个married 对应的是否结婚 写成一个boer类型 包括写成一个test 对应的值 是一个non 也可以test 对应的是一个undefended 也行 包括我们再写 salary 薪水 写成一个12.3 辅典 也可以 也是我们的数值型 接着 你还可以再写 还可以再来保存一个对象 假如说再写一个person 对应的又是一个对象 你可以这样嵌套着来写 假如说再写一个username 对应的是king h对应的12 再写一个addr对应的北京 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这样进行嵌套 那最后一个明知对 可以不用加上这个逗号 但是你加了 现在也不报错 会忽略最后一个逗号 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e5中 它会忽略最后这个逗号 如果在e3中 大多数情况也会忽略这个逗号 但是呢 在IE情况下会报错 这个大家有个了解 那第一种形式 通过对象字面量 创建对象的形式 我们就已经说完了 那现在你看到的 这就是一个明知对 明知对 明知对 那这就叫做我们的属性 名字 属性 值 这样的效果 第一种方式 最简单的来创建了这样一个对象 那接着照往下看 我们还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来创建我们的对象 还可以通过new object来创建 通过它也可以实现创建一个对象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我们来创建这样一个对象 第二种方式 通过new object创建对象 这个object对象呢 之后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 这也是我们js中的顶级对象 首先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它来创建 再写一个obj3 vr obj3等new object 那现在就相当于创建了一个空对象 和你通过 就是这个花果号 效果是一样的 同样的你也可以再创建一个数据对象 假如说写一个arr 给一个new array 这就创建了一个数据对象 空数据 之后呢 我们也会讲到数据 它就相当于写了一个方广号 这就代表一个空数据 你也可以创建一个日期时间对象 这是我们的内置对象 假如写成一个data 给new一个data 日期时间对象 也可以 包括创建一个正责对象 这也是我们的内置对象 假如写成一个reg 等于new一个reg的exp 也可以创建正责对象 这个我们也会讲到 这样的效果 包括你写成一个函数 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通过new object 创建出的对象 第二种方式来自定义我们的对象 那第三种方式再来看 我们还可以通过构造函数 来创建一个对象 那接着呢 我们也会讲到 像我们的字面量创建对象 和构造函数创建对象 之间的一个 它们的一个区别 那首先来看一下 通过构造函数创建对象 假如说我们之前写过函数 function这样一个函数 这就是一个函数 没问题 那现在你也可以通过它的形式 来创建我们的对象 那怎么创建呢 其实呢 就new通过new关键字 就可以实现创建这个对象 那接着我们每个构造器 构造函数都有一个构造器属性 constructor property 当我们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实际上同时也赋予了 这个对象的一种特殊属性 就是我们这个构造器属性 这个构造器属性呢 实际上是一个指向 用于创建这个对象 构造器函数的一个引用 这个呢 大家先有一个了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构造函数的形式 来创建我们的对象 来看一下 第三种方式 通过构造函数的形式 创建对象 我们定一个function 写成一个test 我们习惯上这个函数的首字母 大写 区分开我们的一些内置对象 写成一个test 空的函数题也没关系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挖一个obj4的new一个test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这就是通过构造函数的形式 创建了这样的对象 同样的 你也可以通过构造函数的形式 创建对象的时候 来给它传一些参数 我们再写一个function test1 需要接到两个参数 接着 类似点 假如说写一个n1 number1等于number1也行 或者n1等于number1 类似点n2 等于number2 也可以 那现在我们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可以跟上我们的参数 obj5等于new一个test1 可以写成一个5 可以传两个参数 5一个 6一个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那现在呢 就创建了 创建了什么 一个对象 你也可以 alert一下 type of obj5 效果是一样的 object 创建了一个对象 这是我们通过构造器函数 创建的对象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在这块我们需要一些注意的事情 我们使用的时候是通过new操作符 得到的这个对象 new了一下person 这代表是得到对象 如果你直接写的是这个函数的名字 代表的是调用的函数 这个和我们函数 使用我们js中的函数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用构造器对象 创建 用构造器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接收我们的参数 像刚才我们就传了两个参数 像这个test1 对象的时候 传了两个参数 一个5一个6 那我们构造器函数的首字母 最好大写 区别其他的一般的函数 这个呢 我们也需要尽量的 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写 养成一个良好的代码习惯 那这个对象创建完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instanceof 操作符 可以检测一个对象 是否有某个指定的构造器函数 创建的 像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 obj4 obj5 我们就可以来检测一下 是否是通过我们的test函数 或者是test1 来创建出来的 通过谁呢 就可以通过instanceof 这个操作符 你也可以把它归纳到 我们之前讲的操作符中 一些特殊的操作符 那可以来试验一下 如何来检测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alert一下 写成一个 obj5 instanceof test1 那如果是的话 它返回什么呀 对 返回的是 true 一说检测的结果 要么是真 要么是假 你看true 那接着如果你把它写 故意写错了 你写成一个test 这时候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 对 false 这样的效果 通过instanceof 可以来检测 这样一个效果 这是第三种形式 通过构造函数的形式 来创建我们的对象 接着在我们的e5中 又新增了一种 可以通过object.create 来创建对象 也可以 那接着你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 我们还可以通过object.create的形式 来创建这样一个对象 这种形式呢 也行 在之后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 先来看一下 通过它如何来创建我们的对象 通过object.create 创建对象 所以啊 obj6 等于object.create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对象 我可以随便写一个 空对象也行 我就包含一个属性 那现在呢 就创建了这样一个对象 同样的 你在传参的时候 也可以传一个now 它代表呢 不继承任何的属性和方法 也可以 它这样创建一个没有圆形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学圆形 先知道一下 你可以传一个这样的now 进来 这个是创建一个没有圆形的一个新对象 通过这种形式创建的对象呢 就不会继承任何东西 包括呢也没有一些基础的方法 像我们之后会学到的像toStream 这样的效果 如果说要想创建一个空对象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我们这种 传一个空对象 或者是new object的形式来创建 那需要传入的是我们的object.proptive 这个呢也先知道一下 如果想创建一个普通的空对象 就像我们通过这种花火号创建的 你就需要通过object.create 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object.proptive 这个呢也需要知道 这是创建了一个普通的空对象 这是我们通过 通过谁呢 通过我们的object.create的形式来创建的对象 那其实呢 它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创建一个新对象 这个对象的圆形是谁 我们传的就是第一个参数 那还有 其实它还有第二个参数 用于指定对象属性的进一步描述 这个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学到 在之后呢我们会讲到如何来跟我们属性有关的一些内容 之后呢我们还会再使用object.create来创建我们的对象 这是四种形式来自定义我们的对象 那最简单的 那最简单的我们就可以通过第一种形式 对象自面量的形式来创建我们的对象 这样的效果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先掌握一下 这四种形式如何自定义我们的对象 那接下来会创建对象之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对象中的一个属性和方法 现在只是最简单的都是写的是我们的属性 包括我们还没有访问我们对象中属性的值 先会创建对象 之后我们再往下进行学习 好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先看一下 下节课我们再继续往下学 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